今年是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 雖然聯邦政府決定不會為女王的白金禧年頒發紀念獎章 但有省份計劃自行這樣做 鄺森瑜報導 對於不少國民來說 頒發女王紀念獎章是加拿大榮譽傳統的一部分 除了容易表彰女王70年的服務 也代表對普通國民所作貢獻的一種認同 因此當很多省份得息 聯邦政府決定不頒發白金禧年獎章後 包括亞省、沙省和斯高沙省 已宣布會自行、發行及頒發白金禧年獎章 加拿大皇室研究所說 頒發黃金禧年獎章是國家的一個黃金機會 去表彰所有為國家作出貢獻的無名英雄 尤其是過去兩年 本國的醫護人員在疫情下無私奉獻 不可能不作出表揚 至於其他省份 包括安省、碑斯省和灰省 雖然沒有計劃提供獎章 但會以其他方式紀念系列 其中安省將通過省內現有的獎勵計劃 向獲表彰者頒發一個紀念掌 我再次ified 最少的獎勵 讓大家看到 這種獎勵 最少的獎勵 最少的獎勵